大家好,今天继续带大家探索超级复仇剧模范出租车第四集的内容,到其开始还有些猛,但当看到人群中的阿太时,她明白了一切都是圈套,本来是要复仇的,却被反杀了。 但接下来发生了超级反转,竟由学生举报,秀山竟然在阿太包里发现了偷拍小妹的照片,阿太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,小妹突然其实说,刚刚衣衫不整是因为身上有虫子,到其就这样洗清了冤屈。 原来,到其一伙人早就料到敌人会来找茬,所以提前让高恩监视着办公室的情况,看到阿太手下往包里翻照片之后,高恩果断变身学生妹潜入校园,他先是将照片转移到了阿太包里,紧接着又哭哭啼啼打给校长,说是阿太强迫他拍了很多照片。 在到其,小妹赶回班级的路上,高恩偷偷走到小妹边上,拿出阿太胁迫小妹拍的照片,小妹意识到来者不善,阿太根本不是对手,于是这才有了他后来改口帮到其开脱,事情就这样迎来了峰回路转,遭殃的人变成了阿太一伙。 被校长训完之后,阿太怒不可遏,把气都撒到了两个跟班身上,这样人敢怒不敢言,放学时还继续跟着阿太身边,结果等他们走出校园,就看见原来卖给他们烟的人被抓了,罪名是非法售卖大麻。 仔细看,抓人的警察和被抓的人其实是崔哥、普哥还有老张甲伴的,阿太三人下的逃到学校后山,越想越觉得买的烟有问题,于是开始拼命挖坑埋烟,生怕和卖大麻的人扯上关系。 另一边,检察官娜娜调查了大金被撞的车,气修厂的人告诉她,这种撞击痕迹像是安装的特殊铁架,一般只有坦克和装甲车,这类特殊车辆才会安装。 若有所思的娜娜,又带着一众同事来到了事故现场,这里远离首尔,地段很偏,她一面下令调取该路段的监控,一面让人寻找目击者。 娜娜隐隐觉得,这些案子另有隐情,隔天部长教训的阿太上课前,警告同学们不准回答道琪的课堂问题,上课时,阿太又主动挑衅道琪,她安排了很多人拿手机拍摄,道琪要是敢打骂她,就得马上滚蛋。 私下的道琪是暴虐君王,表面上却是怎么挑衅也不起眼的好好先生,她憨憨地笑道,今天就不上课了,大家一起开视频学习吧。 紧接着就放出了阿太一伙在后山埋东西的视频,视频里的声音则是三人讨论着大麻的事,阿太三人吓得差点解锁了教室里尿尿的成就,视频放了一会儿,道琪才假装后之后绝赶紧关掉。 下课后,阿太三人跑来围堵道琪,道琪笑嘻嘻地表示,她闲着无聊拍风景时不小心拍到了这一幕。 道琪信誓旦旦,自己绝对不会说出去,不放心的阿太带人跑去后山准备毁灭证据,结果发现东西不见了。 这时道琪打来电话,说想来想去还是报警了,不过虽然上交了罪证,但绝对不会供出阿太他们。 阿太当时就疯了,想着,你刚刚还说绝对不会报警呢? 另一边,娜娜还在调查猪头和大金的案子,下班时,她偶遇老张,老张看出娜娜有心事。 娜娜说起她怀疑,有人在狩猎犯罪分子,她知道的几个嫌疑人消失得太过干净彻底。 老张半开玩笑地说道,有人狩猎坏人不是好事吗? 娜娜则认真的说道,那会形成新的犯罪呀。 和娜娜分别后,老张脸上似笑非笑,娜娜敏锐的嗅觉给她提了一个醒。 画面一转,上课时,道琪因为抓住了阿太的把柄,时不时地让她跑腿。 曾经的学校小霸王,如今被威胁,也只能乖乖听话。 放学后,阿太更郁闷了,她抱着侥幸心理,上网查了一下吸食大麻的惩罚,发现处罚力度都很大。 这一刻,忍无可忍的阿太动了除掉道琪的心。 夜里,阿太带着两个跟班回家,结果看到道琪突然跑来家访。 自古以来,世人就怕老师家访吧。 尤其这个老师动不动还发出大麻相关的谐音,经出了阿太一生冷汗之后,道琪和三个学生来到卧室。 他向三人合计借款450万。 这意思,就算是大麻事件的封口费了,阿太直接把数额提到了500万。 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交钱的时间地点他来订。 道琪一口答应了下来,之后,道琪又买了吃的,去探望被阿太欺负的郑正,告知对方下周就可以回学校上学。 郑正听出了复仇即将完成的意思,但他的心还是悬着。 回家路上,郑正去帮妈妈收了贪。 这对多灾多难的母子幸好还有彼此,这才没有被生活击到,隔天到期来到阿太指定的天台。 阿太平时定期孝敬的大哥已经等候多时,阿太本以为这会是我方对有单方面碾压的局面,却不料他只猜对了一半。 单方面碾压是对的,不过是敌方在碾压我方。 黑心工厂事件中的海贼王陆飞登上陆地,变成了山贼王。 战场变了,不变的,是他犀利的拳头完全占据上风之后,道琪一脚将恶贯满盈的阿太踹下了天台。 早有准备的崔哥和普哥顺利接住了阿太,阿太的两个跟班不清楚道琪的安排,直接被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老师吓尿了。 两人在道琪的命令下跑去投案自首,把这些年做的坏事全部列了出来。 另一边,道琪叫醒了阿太,他让阿太给他大哥打了一通电话,电话那头的大哥大骂阿太给他找麻烦,警告阿太以后要好好学习,乖乖听老师的话,接下来就是阿太听老师说话的时间。 道琪又让阿太赔偿正正的各种损失费,每天放学后去打工还债,如果赶跑,天涯海角道琪也会抓到阿太,到时候债务直接翻十倍。 阿太曾经以为自己把世界踩在脚下,这一刻,世界让他尝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顿毒打。 之后,道琪将本次委托的付款明细交给了郑正,郑正很纳闷,这竟然不是免费的替天行道。 道琪认真的说道,这街上可没有免费的出租车,每个月分期还款吧,希望还钱的时候心痛让你变坚强。 这天天还没亮的时候老张找上了一大早辛苦出摊的郑妈,她以青鸟财团的名义选中郑正给予奖学金,他们朝郑正要的那些钱最终以其他方式用在了郑正身上。 学校方面,阿太三人彻底离开了,同学们纷纷为这个消息松了一口气,郑正也迎来了回归,道琪看着一切回到正轨,默默开车离去。 夜里道琪被老张叫去和检察厅的老赵还有娜娜聚餐,一伙人聊了很多,也喝到了很晚。 酒局结束时,老张和老赵又去了第二场大排档,不死不休局。 两人前脚刚走,道琪后脚就出事了,路边维修道路的工作人员吹起的哨子声勾起的道琪噩梦般的回忆,她本来就因为酒精有些迷离的脑袋,突然遭到重疮昏倒在地。 娜娜送道琪去医院的路上震惊了,救援人员怀疑道琪是军人,身上的枪伤多到有些夸张,此刻昏迷中的道琪回想起噩梦般的一天。 她穿着军装回到家,那明媚的阳光下隐藏着一场撕心裂肺的悲伤,道琪,哪哪,都找不到妈妈。 这时她听到了开水煮开的声音,这声音隐约有点像道琪后来听到的哨子声。 她顺着声音走过去,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妈妈,从这天起道琪成了没妈的孩子。 时间回到现在,医院里的娜娜接到了同事大壮的电话,有一个无人机组织意外拍到了那辆神秘的模范出租车撞翻大惊的车。 娜娜的目光突然看现了昏迷中的道琪,与此同时,还有两条支线在进行。 高恩脑海中不时闪过两个女孩的画面,这段灵星的回忆让她脸色不太好看。 随即来到电脑前,发出了一段信息,今天过得怎么样呢? 我挺好的,一定要健康哦。 另一边,白姐和手下的理事长带着三个女孩来到酒店,她再三叮嘱三人,谨言慎行,必须忘掉今天的记忆,绝对不能向他人提起。 紧接着,白姐见到了客房里的大人物,神秘的会长老白,白姐不仅准备的年轻的女孩,还给老白送上了一顿丰盛的大餐。 老白对白姐的安排非常满意,两人气氛和睦地聊了一会,懂事的白姐起身告辞,画面一转,眼前一幕说不出的诡异。 客房里的食物和酒已经被扫荡一空,这时白姐来到了客房内,她来到了床边,看着生死,不知的老白缓缓低下身子凑了上去。 本集完,这集主要解决的是,阿太这些问题,少年所做的恶,不以恶小而为之,一直作恶的人不知什么时候,就会遇到天敌。 当他们欺负人的时候,就应该知道,总有一天,角色会倒过来,他们也会变成被欺负的那个。 与此同时,这集又出现了很多隐藏剧情,到其之前当兵的经历,以及他母亲离世的原因。 而高恩的身上,好像也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。白姐,懂事的离开,到底是为了创造不在场证据还是其他?会长老白是睡着了?还是昏迷了?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究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欢迎点赞加订阅,咱们下期接着聊。